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淘寶開箱推介片 今天終於拍九圍的淘寶推介 其實我一直都無間斷在淘寶買東西 有時候都會有些類型 好像耳環、食物、文具都會跟大家去推介 但今天想有不同的東西一起去說 第一件事大家已經看過 前陣子有一段影片,我把連結在上面 穿著它來拍 也有人問過衣服去哪裡買 所以我今天都想正式跟大家說 我不穿上身了,如果大家想看我穿上身的樣子 就可以看那條影片 這件是一個薑黃色的衣服 其實這件衣服很薄的 你不要看它是長袖 但其實這個天氣穿也可以的 你去到出入冷氣地方 你不需要特別去帶多件外套 如果很熱的時候,你一邊摺起它就可以了 它薄的程度其實是有點透的 但我覺得不會透到bra出來的 因為我穿的時候,我都沒有特別打底 我都是照着黑色bra 我都沒事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做了少少坑紋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不是那種滑滑滑滑的雪紡 它是有質感的雪紡 所以其實這件衣服我都自己私心非常推介 而第二件事就是這件牛仔褲 其實我之前SIGMAR那條影片都穿過 然後都不少人去問過這件衣服有沒有連結 在哪裡買的,其實就是淘寶的 這件牛仔褲是一個短身的設計 你會看到其實真的很短 它的口袋之後就已經結束了 之後它的後面做了一個你喜歡可以扣樓 不喜歡可以開叉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自己可以調教到 如果你說太窄就不要扣樓,它就可以壓闊一點 我也有穿上身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其實它這個版型都很可愛 很青春的 它就不會說平時那些很長的牛仔褲 很累贅,或者很重的感覺 反而一變短身的時候就會比較輕輕的 都很舒服的,穿上身 特別是遲些抽涼,一件背心一件牛仔褲就夠了 不需要穿太多東西,或者你帶太多東西出去 接下來這一件就會是一件棒球褲 如果大家看過我很久看過我很多淘寶開箱片 應該都會知道我去年買過一件四十多元 又是這一種顏色的棒球褲,但那件是絨面的 我實在太喜歡那件褲了 它的顏色,它的版型,棒球褲這件事都是靜重下懷的 所以我今年看到一件這樣 券面的棒球褲,粉紅色,一模一樣的 我又入手了 但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這一件不是泳面,這一件是券面 它穿出來是很street style 然後你穿下去是很casual,很型格 然後你配很多不同的衣裙,長裙都可以很漂亮 它這些扇位是做了少少金絲線 但你穿下去也不會太高調,太過顯眼,太過俗氣 它後面這裡是做了銅色系的 少少刺繡的鳥草英文字 其實都挺漂亮的,軟體 這件外套的剪裁其實是有少少蝙蝠袖的 所以穿下去是會有over size的感覺 是很悠閒,很lisher的 說完衣服,我們說兩雙鞋 第一雙其實沒什麼特別 不過我自己就私心有少少喜歡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你會覺得很普通,沒什麼賣點 不知道為什麼要說 我自己就是一個什麼都想擁有的人 當我的涼鞋,黑色扮,白色扮,粉紅色扮都買了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很想買一個啡色扮的鞋 所以我就買了這雙涼鞋 這雙涼鞋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但穿下去也算是有點文青的感覺 有時候穿的文青闊腳褲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全屋的鞋都配不到 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最近經常穿一些鞋 穿闊腳褲的時候也穿得到 不用整天都是那一兩雙鞋 所以我就買了這雙涼鞋 這雙涼鞋很穿的 因為它這些位置非常軟屬 這些頸皮位是完全不會磨腳 穿著它走很久也不會覺得辛苦 第二雙鞋就是這雙尖頭鞋 我覺得這雙鞋真的超級有氣質 跟我現在這個版面有點不配 它是這些絨面 然後這裡有三顆珍珠 這雙鞋我覺得是非常斯文 很適合去一些正經一點的場合 上班穿的 有時候你Happy Friday 上班可以穿牛仔褲 但又不想穿球鞋 其實搭配這雙鞋都非常漂亮的 不過 後來我發現了這雙鞋 好像在ZARA看到 我不是很肯定是否100%一樣 但我也不知道是否圓單或同款 無論如何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這雙鞋 而且你會看到它有少少爪 它不是完全平得很厲害 如果太平的話 其實你走路是很辛苦的 所以它有1cm左右的爪 其實穿下去就會比較舒服 接下來我會去旅行 所以我都有少少跟旅行有關的東西去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它的樣子很像一個浴帽 是不是很像 其實它不是一頂浴帽 它是一個收納袋 我打算今次去旅行用它做化妝袋 它的優點就是無極限收納 它本身可以放平到圓形 例如我 把化妝品放在中間之後 一下子把它吸收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化妝袋 它就不會存在那些化妝袋 可能拉鏈位好閘 塞不下東西 或者塞到裡面還有位置 但表面已經很爆的感覺 因為你就可以把東西全部放在中間 然後一下子吸收 拉起來就可以走 之後就會是這個盒 它是有拉鏈的 打開出來之後 它的間隔很明顯 就是一個手式收納盒 它的間隔一看就知道 它是一個手式收納盒 譬如這些間隔 可以放一些手鏈、頸鏈 或者一些針的耳環 可以放在這裡 戒指 然後有些勾的可以放一些勾的耳環 或者你繞一些不同的頸鏈 令它不會打擊都可以 所以這個收納盒我覺得 都是非常方便 有時候你去旅行 想帶多一點手式去配襯 但你永遠放在一個袋子 它們就會打擊的了 你們有沒有這個煩惱 之後去到旅行 整條鏈解析 解成半個小時 解析也解不到 是會瘋的 所以其實有這種收納盒 又不貴 我覺得去旅行 或者平日你要去一些活動 你要換不同的造型 都非常方便 反正說到飾物盒 不差再說少少飾物 最近我買了一隻戒指 自己都蠻喜歡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最近都會戴著這隻 金色的戒指 其實它是一個星座戒指 它特別的地方 是不像平時這些圈戒指 是硬的 它是一個鏈型 所以它就不會分粗幼 或者多少個圈 它這顆珠可以向前向後去調教 不同的人的手指 粗幼也可以調教得到適合 而且它吊著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顆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星座的生日石 我手上這個是天平座 我男朋友是天平座的 柱女座我也有買到 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如果不是戴著一隻手的時候 就會一注東西 好像三角形 但是當你戴著一隻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戒指的形狀 上和下 你喜歡怎樣自己去調轉都沒有問題 就會是自己可以根據不同的星座 去買不同的戒指 之後就想說一個食物 這個就是之前五十問那條片 我煮了出來 然後一邊吃一邊拍 就是這個 白加陳記松庭酸辣粉 真的超級好吃 大家去買吧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你去買吧 因為我自己在淘寶買這些麵 它不是第一包 也不是唯一一包 那我是有買過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牌子 我是買過這個 羅霸王的螺絲粉 乾拌的 這一款 當然湯那些我都試過 湯那種我覺得是好吃的 乾拌這個 我覺得一般 大家不用特地去試了 我覺得它不是很濃味 然後之後 感覺有點奇怪 不知道我自己不特別喜歡這個 反而這個 這個松庭酸辣粉 真的超級喜歡吃 它的辣 是自己可以調教的 你喜歡辣一點 你就加一包粉 例如我這樣 不是吃得太辣的 可能就加半包 或者四分三包 都OK的 它的麵質 浸了很久 都不會去到爛 那種的 它是有一種薯粉的感覺 然後它是很香的 那種酸辣粉 好像在街上 去點去吃的酸辣粉 非常之好吃 我覺得 真的要試一下 這個 而且它不像湯那種螺絲粉 湯那種螺絲粉的份量太多了 我和我男朋友兩個人吃 我們可以兩個人都飽 但我不一定每次都有人跟我分享 所以反而這個 它的份量我覺得是剛剛好 說完食物 我們吃完之後 要做運動消化的 我最近就買了這個 Moviebit的智能瓦鈴 超級好玩 它是可以令到你 有這個動力去做運動的 首先它的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Tiffany Blue 我這個重量是1kg 1kg 說真的 我現在這樣拿 我絕對不會覺得它太重 以一個女生來說 這樣拿是可以的 但是我奉勸大家 不要買1kg 因為當你玩的時候 這一kg 原來是很重的 幸好我有個朋友 看到我買之後 又說很想要 他是想要1kg 他真的試過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會給它 之後自己買回0.75kg 真的不行了 1kg 受不了 為什麼我會說 它可以令到人有動力去做運動呢 其實這個智能瓦鈴 是可以用藍牙去接駁你的電話或iPad 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程式 不再像阿叔一樣 在舉牙齡那麼悶 裡面會有一些像Aerobic 或者跳舞 或者一些糖 讓你去上 2分鐘 4分鐘 至到30分鐘 不等 所以你每一天 其實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去做了 而且它的動作 不只是在手部運動 它是全身動 又要站起來 又要走來走去 跳來跳去 畫面也挺有趣的 而且你一直看著它做 你就不會很悶 而且不會沒有動力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而且它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畫面 我不知道它怎麼做到 它感受到你的動作做得對不對 然後好像跳舞機一樣 會完美 Good try 或者keep it up 有不同的反應 就是你做不到 它就會叫你keep it up 或者你做到 做得好 適合時間 就會說你perfect 到最後 就會計分 告訴你 你有多少個combo 多少個perfect 多少個做不到 還有它裡面 有很多個不同的課程 你不可以全部開 你一定要 一開始做了某一些 儲夠了一個分數 你才可以去下一個關卡 去開下一個課程 所以令到你會有動力 每一天其實不多一些時間 7分鐘 10分鐘 是超累的 你看到其實我這樣拿著說了那麼久 沒有試的 但是呢 我那天試了4分鐘 在家裡 然後我跟我男朋友說 我真的不行了 瘋了 還要多久 為什麼這麼久都做了4分鐘 我做了很多 好累啊 然後流汗 然後整個人是崩潰的 才令我紋身 原來一公斤是可以 這麼重的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幫你全身 保持健康 全身都動動的一個運動 不僅像以前舊的啞鈴 只是舉這麼簡單的 好了 淘寶開箱分享 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傳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